字幕提供 Hello 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人物故事 如果喜歡聽人物故事 歡迎訂閱或者分享給有需要 或者喜歡聽這些東西的人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和之前的分享方法似乎有些不同 因為之前分享人物故事的時候 講一講好像想講到那個人的自傳 但幾分鐘內其實沒有可能去介紹得那麼完整 所以今天想嘗試用一些方法去講這個人物故事 我想抽取一個人物的一些片段 講一些故事的部分 看看會不會由這些故事仔 可以讓大家去認識這個人物 今天分享的故事 主角叫做Michael White 如果你是不認識他 不要緊要 來個超級簡介 去了解他的背景 再講故事 你當他是一個後現代 即是近十幾二十年 一個很出名的大師級的輔導大師 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叫做聚視治療 也是近幾十年比較流行的門派 知道這件事就可以開始聽這個故事 話說有一個輔導的教授 即是大學的教授 就走過去問Michael White 他就問Michael White 你在澳洲那裏 你是不是有一間中心 會有一套課程給人去學聚視治療 我想問課程結束之後 你是不是會派一張聚視治療師的執照給我們這些人 而Michael White 就呆了 然後就回答了這個教授 就說 是的 我在澳洲那間中心 真的有很多訓練課程 是提供給想學習聚視治療的人 但是我們最多都是給一張結業證書 證明你參加過這個課程 我們是不會發這些執照的 這個回答 是令到在場很多專家 學者 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不發執照呢? 因為你有執照才證明我 是有學過 我有專業能力的 不是什麼 那時候 Michael White 就做了一個解釋 他就說 因為在我們後現代的思維裏 我們不想專家化 如果我是有權力去發一些執照給你的時候 我跟你之間的權力位置 就已經不平等了 而且這樣是很容易變成一種權力控制和驕傲 好像說 只是我做的事才叫做 聚視治療 其他人做的都不夠資格做聚視治療 那麼 Michael White認為 我是沒有資格說這種說話的 而這樣是有排他性 也是一種霸權 驕傲 身為後現代聚視治療師 應該是自覺警醒 要小心運用我們的權力 儘量避免壓迫其他人 說完了這個故事 Michael White 厲害嗎? 厲害 Michael White 厲害嗎? 厲害 這件事令我想起很多事情 例如是 Michael White 這麼厲害 他有這麼厲害的知識 這麼厲害的技術 這麼多人無名而去學習 他都不發執照 大把人在走這些路去賺錢 大把人恨不得快些去做多些執照 或者做多些架構 由初級到中級到高級等等 有不同的執照給你學 更加是大把人 嘗試去把自己的知識 把自己的技術去壟斷化 或者商品化 通常都會說是專業化的 不過其實那種專業化 也是專業的商品化 用來賣的 大把這些人 甚至更加多 在本地也有一些教授 是把別人學了的東西 他覺得 你不要跟著我學的 你不准用這件事 是涉及版權的 會禁止別人 你要跟著我學才是正宗 會有很多這些人 對吧? Michael White 正在的地方 我真的難以慢慢數出來 但就這樣我們看這個片段 你都會看到他自己的價值觀 和他平時的實踐 那種一致性 是多麼令人尊敬 大家聽到這裡 你們對於Michael White 這個故事仔 有沒有什麼感想 或者有什麼想分享的東西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不特別認識Michael White 也值得Google 看看他的一些新評 看看他平時的應對 看看他做了什麼 他真是一個很棒的大師 我們是古惑仔 我們是一個講故事的頻道 講不同的故事 社工故事 生活故事 如果喜歡聽這些東西 歡迎訂閱 分享 或者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這條片 和這個頻道 造成怎樣 有時你們 會給到多一些意見 我又可以想到多一些想法 去講多一些不同的故事 因為我都相信 生活之中不同的編段 都是一些故事來的 那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